等待入園的車潮從大門口一路回堵到渝池市區長達五公里 車多到要派出遠景來指揮交通 民眾好不容易才開進停車場 不過就算入園了走到哪裡也都要排隊 暑假碰上假日來玩水的遊客已經很多 加上企業舉辦家庭日 南投的九族文化村人潮滿滿 光是中午前的入園人數就破萬 企業家庭日帶動了一波這個暑假親子的一個出遊 那所以今天有稍微的塞車 那一顧今天大概有一萬多人的一個入園遊客 業者說如果超過人數上限 會暫停開放入園 不只有九族 有著水上設施的台中立保 入園人數一樣破萬 不但能夠玩水 樂園也舉辦泡泡趴 吸引了不少的親子遊客 天氣很熱帶小朋友來玩水 但你們今天預計會大概玩到什麼時候呢 玩到關園 同樣有著水上測試的雲林劍湖山 園區內一樣人山人海 不分小孩大人開心玩水 在炎熱的夏天好好的消暑一下 華人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莊宇傑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